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下面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通过支付宝 就可以轻松的购买美区的苹果商店礼品卡 以及美区的Google Play礼品卡 还有像美区的一些购物网站 亚马逊,沃尔玛等等一些购物网站的礼品卡 我们平时想要注册一个美区的Apple ID 或者说美区的一个购物网站的账户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之前也有给大家做过一些视频的分享 但是很多朋友会卡在一个问题 就是会卡在支付这里 我们就拿美区的苹果商店来说 你注册好账户以后 然后登录上去 但是你想要购买一个App 或者说购买苹果的一些服务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美区的苹果商店 它需要用美区的PayPal 或者说美国的银行卡来绑定支付的 很多朋友会卡在这里 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我可以在淘宝上或者说一些电子平台 去购买一些礼品卡去支付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靠谱的商家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出在有些朋友反馈说 买到了一些黑卡 就是可能后续会导致你账户被封锁的一个黑卡 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自己支付 或者说能自己购买正规渠道的礼品卡的话 那肯定是最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通过支付宝来购买 我们打开支付宝以后呢 首先点击左上角的城市切换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国际港澳台 这里呢我们选择北美洲 然后呢我们选择美国啊选择美国 那这里呢你就随便选一个美国的城市啊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旧金山 随便选都可以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在支付宝的最下面 这里有一个出境啊 我们来点击这个出境 好点击出境以后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是折扣离卡 我们点击这个折扣离卡 OK那这样大家就看到 这里有很多这个礼品卡的购买 像这个梅西百货 还有这个星巴克 阿迪达斯等等这些礼品卡 那我们直接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有更多大牌折扣离卡 然后我们点击查看 好进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礼品卡的一个搜索和购买了 比如说你要买美区的苹果礼品卡 你可以在搜索这里 搜索itunes就可以直接搜得到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都有哪些礼品卡来购买啊 比如说第一个呢 就是美区的亚马逊的礼品卡啊 那有些朋友呢 可能有这个亚马逊海淘的一个需求 可以去尝试购买一下亚马逊的礼品卡 我们再往下翻啊 看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这个还有沃尔玛的礼品卡啊 这个也是美区沃尔玛的礼品卡 还有这个亿倍的礼品卡 OK我们再看一下 苹果的美区的礼品卡可以在这里购买 还有包括Google Play的礼品卡 还有这个Spotify的这个美区的礼品卡 都可以在这里面购买 我看了一下 它这里面啊 礼品卡还挺多的 大家看一下 很多包括游戏的一些礼品卡 好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来尝试的买一下看是否能够购买成功啊 就购买这个美区的苹果礼品卡 我们点击这个立即购买 好在这里呢 要填写一下个人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的话可以随意的填写 比如说我来填写一下 好然后呢 这里来填写邮箱 这个邮箱呢 是用来收这个美区礼品卡的兑换码的 就是不管什么邮箱都可以 正常来说就是你大家常用的邮箱 应该都可以 并不是说一定要使用你注册 Apple ID的那个邮箱 所以说这个邮箱呢 没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在这里呢 就输入自己的邮箱啊 好填写好以后呢 我们点击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输入啊 它的购买限额为 两美金到五百美金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比如说我就选择一个两美金吧 点击这里 选择二 然后确认 然后点击立即购买 好这个时候呢 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或者说你参考一下汇率 然后直接啊 进行这个支付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已经支付成功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支付成功了 然后呢 我去邮箱里面看一下啊 好 那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发货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刚支付完 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下邮箱 就已经收到了 苹果的这个礼品卡了 我购买的这个美区的 两美金的苹果礼品卡 现在已经发到我邮箱了 那我们来直接复制 这个兑换码啊 给它复制一下 直接去这个App Store里面来进行兑换了 好 那我们复制完这个兑换码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打开了App Store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来点击这个兑换充值卡货代码啊 点击这个 好 然后呢 在下面点击这个手动输入兑换码 OK 然后呢 把刚才复制的给它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兑换 OK 那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我就已经成功的给我的美区的Apple ID充值了两美金的这个充值卡 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想要去购买一些App 或者说购买一些付费的这个应用的话 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的通过支付宝来购买美区的苹果礼品卡 那当然了 这里呢 它也提供了这个其他的一些美区的礼品卡的服务 像亚马逊 沃尔玛呀 包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苹果 还有像Google Play Spotify等等这些 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都可以尝试的去购买 看是否能够成功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